下面要解《偶益大師阿彌陀經》的註解 它裏面說 若信願堅固 臨終十念一念亦決得勝 亦決得勝 它裏頭偶益大師講的十念一念 十念是經常講的 一念是《偶益大師》講的 這個一念 《偶益大師》 在 《靜宗祖師大德》之中 大家讚嘆到它的要解 寫得太好了 《偶益大師》說 就算古佛在來 和《偶益大師》寫一部註解 亦不會超過其上 這種讚嘆就等於它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自己來解釋的 我早年 住在新加坡的時候 新加坡有位廣經的法師 我們也時時時在一起聊天 聊天 也算是好朋友 她是我們老前輩 她大我十歲 問我這句話 印祖這句話 是否說得太過分 我跟她說 印祖說得 恰度好處 不過分 我們要相信 有信有願 最後臨終 一句是阿彌陀佛 這個人絕對得勝 何況平時都念 念佛功德 更得了的 下面說 讓無信願 對紀錄世界有懷疑 信心不夠 信心不夠 還將名號 辭致風吹不入 與打不濕 與同場鐵壁相似 亦無得生之理 無信 信有懷疑 願不達實 佛號念得再多 亦不會往生 佛號是管 往生 品為高下 往生條件 是信願 你無信 無願 不會往生 佛號 佛號 雖然無爆念 只能算是來世的善根 這一世 不會結果 這個道理 要懂 中日兩國大德 偶益大師是中國祖師 會數是日本祖師 講的 中日兩國大德 萬里同鳳 想法、看法、講法 都相同 同意信願為往生之主人 佳時仁天顏目 我們要相信 我們要相信 我們要接受 由 彌陀傻召益藥 念慈大師的 明朝滿年人 亦是淨土宗祖師 傻召道說 但有願者 無一不勝 方知願力 如是廣大 焉可不順 焉可不願 念慈大師勸我們 他們都是佛教裏面 了不起的大德 年慈大師 年慈偶益 年慈偶益 那時 偶益大師 萬一倍 他學年慈大師 年慈大師 年慈大師已經往生 年慈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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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依靠年慈大師的 著作 就是現在我們見到 年慈大師全集 做年慈大師 年慈大師的師屬弟子 像孟子和孔子的關係 孟子是孔夫子的師屬弟子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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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世了 但著作 在此 他學 他的著作 有疑問時 向夫子的弟子 請教 弟子 那時 還有不少在世的 孟子所遇到的 師屬弟子 孟子在中國 孟子是 孟子是 第一個人 廢門裏面 做師屬弟子 尤益大師 亦是第一人 非常難當 他裏頭的話 年慈大師的話 放置 怨力 如是廣大 有怨 絕對有信 有信 未必有怨 有怨 一定有信 所以說怨力 信就包括在裏面 包括在裏面 這種力量大了 這種力量能感應得 阿彌陀佛來接引你 廉遲和偶益大師 這兩位大德 偶益出生在明朝 往生時是清朝 他們兩個 是靜宗的傳人 那個時代 這兩位大德 是靜宗的特性 靜宗 衰末勒 所以 廉遲大師的 傻召 完全是用大方說法 《華盐經》的架勢 出現 裏面就用《華盐經》 來諸解 《阿彌陀經》 將《阿彌陀經》 提升到《華盐》 和《華盐》平等 使靜宗眾興旺起來 這個共達不可思議 傻召的內容太豐富了 一開始 十門開啟 和《華盐》一樣 講十元門 《華盐》有十元 《阿彌陀經》也有十元 肯定 《阿彌陀經》就是《華盐經》的隆宿 所以 以後 到清朝的大德 到讚嘆 《無量壽經》是中本華盐 《阿彌陀經》是小本華盐 又講《華盐》是大經 《無量壽經》是中本華盐 《無量壽經》是中本華盐 《阿彌陀經》是小本華盐 《阿彌陀經》是小本華盐 講得好呀 一點都沒有講錯 Nós стрельfulness 《阿彌陀經》是小本華益 《阿彌陀經》กalı 是第二个一千年 抹发第一个一千年过了 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 今年好像是四十三年 可以查到四十三还是四十四年 往后就还有八千 佛的法运没法是一万年 还有八千几年 将近九千年 那些众生全都依靠 无量寿敬阿弥陀经得道 不是这个法门 那就要断烦恼经铺提 烦恼断不了的 以前得 现在高科技有发展 带给你的烦恼 你无办法断倒 只好找个可以不断烦恼 能成就的 那就只有静重 信愿辞明 这个法门 我们年轻的时候 因为入佛门 是从经教入门的 对经教特别欢喜 方东美先生介绍的 我经他学哲学 他介绍我佛经哲学 佛经哲学是什么大方讲佛话言经 从这里隐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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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法之后 正式皈依之后 探文法师 劝我修正土 那年我三十岁 李老师 劝我修正土 都是三十几岁的事 我都无接受 不反对了 以前反对 不反对了 但是我不肯 修学这个法门 还是搞大神经 讲华言 讲法话 讲灵言 讲那些大经大论 在华言经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我就忽然想到 我们年轻人 最佩服 文殊菩萨的智慧 普言菩萨的德行 我们非常仰慕 在四十华言 三十九卷里面见到 文殊普言 都是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 感觉到非常惊许 读到这段经文就汗无迟迟 那才认真反省 每个头来想下 那个法门 断烦恼不容易 断不到 还是这个法门正确 特别感谢李老师 感谢参文法师 这两位大德都往生了 都过世了 所以说信很难 信愿行太难了 有信有愿保证往生 念佛几多无所谓 但是用念佛的方法 复烦恼 那么重要 往生之后 下下品往生 谁说的 连茨大师说的 偶益大师说的 有人问他 你老人家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什么品位 你便满足 他们两个回答 凡圣同居土 我下下品我就满足了 好啊 何必去争名位 争名位 还是一个网念 还未清楚 这是障碍 品位的障碍 通通放下 品位亦放下 基督世界是什么世界 平等世界 那么好啊 不去竞争 这个世界 从小就学竞争 我们要将这种集气 除了 要一生做到 于人不对立 于人无争 于世无求 有缘 遇到的事是好事 利益众生的去做 全心全力去做 无缘 不去攀缘 不要去找 这样就对了 一生 我们相信 佛菩萨安排 包括寿命 也是佛菩萨安排 我的寿命 我很清楚 四十五岁 佛菩萨安排 到今年 你看 又加一倍 还不走 不是我不想走 我天天都想走 无能寿经读熟了 你就知道 极乐世界太好了 超乎我自己 想象之外 那里 怎么能不去 可宁老和尚 等了九十二年 佛菩萨接引他 我现在天天在这儿等 等佛菩萨接引 所以愿力里头 包含清静信心 要相信 要发愿 修正业者 于本经之法 法菩萨 一向专念 这里后面就念到了 三辈往生 往生正恩 里头 有 法菩萨 一向专念 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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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亲近阿弥陀佛 一个目的 亲近阿弥陀佛 专念是亲近阿弥陀佛 我们也学年迟 也学偶益 凡圣土 下下品旺生 就满足了 阿弥陀佛 我到纪录世界 由小学一年吸读起 好阿 扎根扎得稳 纪录世界无量寿的 无生老病死 无生老病死 你说这样几好 一向专念 语小本之信愿辞明 信愿辞明这四个字 牛益大使是要解道讲的 实应 黑君命心 不可暂忽 这里是念老劝我们 要将法菩提心 一向专念 要解道信愿辞明 不要丢实 念念提起 就这句佛号 一句跟住一句 这一生 功德圆满 绝对生世放 尤其是不可暂忽 忽是忘记了 缩忽了 暂是暂时 这些是我们用功的地方 不可暂忽 暂忽的人很多 时时念下念下念下忘记啦 想起跟住再念 不要让它中断 这种是功夫 做什么事都不妨碍 因为要用思考的可以暂断暂停 工作做完之后 一切放下佛号提起来 这就对了 好正海燕老和尚 他的工作是种地 种地是劳身 劳动身体 不用思考 他的佛号在工作之中不断 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底下一段 引用的是 《无量寿经》《喜顺论》 它是一部注解 《无量寿经》注解 《见龙年间》 彭居士就是彭二林 彭济清 他的著作 那个人 分门在家大德 通宗通教 显物圆容 也是个才子 以童子的身份 考取进时 童子的意识 未超过二十岁 十八九岁 考重进时 那个才子 一生没有做官 他父亲 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 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所以他也算是高干子弟 家里有钱 所以一生不用他赚钱 他也不想做事 亦没有做官 和余悉道的缘好心 天天和那些人 余悉道三家 奖劳混在一起 所以 他余悉道都痛 而且有好心的躁毅 这部《无量寿经》《喜信论》 就是他对《无量寿经》的注解 《经》 是用康增海的译本 魏译本康增海的版本 但是他将康增海的版本 折落 他做了个折本 亦在 九种版本里的一种 折本 他不是会集 是折本 折得很好 到起来很顺口 令大家好喜欢 他又将它做个注解 叫《喜信论》 他里头说 他说 亦明 亦说明 一念 与自心回向之子 说明 一念 自心回向 他们的宗旨是什么 论药 下面是论里头的文 一念 自心回向 即得往生 这句是经文 行者 性能 一念 信入 行者 是修行人 学这个饭门的人 性能 是真正能 能什么 一念 信入 无分别 无执着 无怀疑 真相信 真发愿 叫信入 何须更论 种种工分 这就不用去计较了 共犯都是講一般的 我們要講職共答 要斷惡修善職共履答 不用了 不用有這種念頭了 老老實實就好像海賢老和尚說 他師父教他一直念下去就成功了 一定要對老實人 這裡我們特別要記住尤其是年輕人 老實聽話真敢沒有一個不成就 老實不肯做這樣不行 老實不聽話亦不得 一定要具足老實聽話真敢 他才會有成就 如果不是 他一生就會空過了 底下跟我們說一切眾生流浪生死 為此一念更無疑念 一切眾生包括九法界 流浪生死就是輪迴 六道輪迴 出不出去 生生世世都在六道裏頭打滾 為此一念更無疑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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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錯了,這一念裏面要具足信願持命。 他就脫離六道輪迴,去極樂世界, 作《阿為越智菩薩》。 在我們這個版本, 《阿為越智菩薩》是四十八願第二十願。 我們跟著再看下文, 《乃至法真歸原》, 《正等正覺》, 《為此一念亦無疑念》。 這都是講菩薩修行。 《法》的是真, 《真》是什麼真心? 《智性》。 所以真正學法, 真正不想再輪迴。 我這一生絕對去極樂世界。 我常勸同學, 要從現在起, 用真心。 不要用忘心。 不要用忘心。 真心是什麼? 至誠心。 真誠到極處。 誠是什麼? 大學道解釋得很好。 什麼叫誠? 是誠。 無自欺也。 不要自己欺騙自己。 這就是誠。 能自欺, 自然就不會欺騙人。 一震一切震。 為什麼? 我不想再搞輪迴。 你喜不喜歡六道輪迴。 喜不喜歡現在這個世界。 你如果不喜歡, 那你就要用真心。 為什麼? 這個世界是網念造成的。 真心和這個正是一副對正的。 對正下藥。 就是用真心。 就是老實。 老老實實做人。 被人欺騙也無所謂。 也無所謂。 可言老婆想所表現的。 我們要學。 人家打她、罵她。 羞辱她。 責備她。 他們人家一笑自至。 沒有擺在心裡。 業障就燒了。 讓大家搞清楚。 原來以前冤枉她。 對不起她。 她無計較。 一笑自至。 無得實。 念念想著些苦難眾生。 如何幫助苦難眾生。 我們提倡漢學。 獻人學漢學。 目的是什麼? 我們自己的營知。 漢學是一切眾生離苦得樂的根源。 只要漢學興旺起來。 這個地球上的眾生可以離苦得樂。 為什麼? 漢學裡頭有真實智慧。 是真實的正能量。 是真實的正能量。 人只要有智慧。 人只能解脫。 這是幾千年來。 至少我們歷史記載的三千年。 五千年。 五千年。 古聖先賢。 這些是老祖宗。 將他們真實智慧。 一千年。 他們的理念方法。 準備後世。 寫成文字。 保留到現在。 我們感謝前清乾隆皇帝。 做了一次整理。 做了一次整理。 編成一部蟲樹。 四副蟲樹。 讓它不會再散失。 這部蟲樹現在在這裡。 沒有人去讀它了。 我們迫切需要的。 是要找 懂讀的人。 懂講的人。 將它講清楚。 講明白。 再寫成白話文。 白話文是普及。 只要它跟在這裡。 學文言文。 世世代代都有這種人。 他們負起這個責任。 寫成白話文。 可以傳兩百年。 兩百年之後又要重寫。 為什麼? 那些白話文。 現代人看不懂。 當時人看不懂。 所以又要重寫。 省事呢? 省事就是大家一起學文言。 這樣就省事了。 四副原書。 人人看得懂。 這樣就好了。 所以中國。 三代。 就講求。 就推廣。 書。 同文。 車。 同鬼。 這是什麼? 是文化統一。 下相周政治未統一。 政治統一是秦子王。 政治統一。 前面都是文化統一。 下相周是個代表。 一千八百年。 一千八百年。 下四百年。 商六百年。 周八百年。 這三個時代。 一千八百年。 文化統一。 言語。 現在我們叫方言。 當時是每個國家的國語。 你看周朝時候。 歷史記載。 八百諸侯。 中國這個地區。 八百個小國。 每個國都有它的言語。 沒有文字。 文字統一了。 好像現在歐洲。 歐洲為什麼統一不了? 是因為它每個國家有文字。 它統不起來。 它如果沒有文字的話會統一。 它就是有文字。 文字是什麼通通都是拼音的。 所以都不是最好的載體。 最好的載體在全世界只有中國一家。 這家就是漢字文言文。 歐洲的漢學家。 同我們講。 全世界將來統一。 要好像中國夏雙周那樣的統一。 為什麼? 避免國際之間的戰爭。 國際戰爭永遠不會爆發。 他們想得很有道理。 1888年做出的榜樣。 是我們要吸取的。 是一件好事。 用什麼方法? 還是用漢字文言文? 今天我聽到。 我們同學報告。 他們現在學漢字。 許慎的算文解字。 這九千幾個字。 他們學的進度很快。 跟我說。 一日。 一日。 字小。 小的。 可以學五十個字。 多的。 可以學兩百幾個字。 一日兩百。 十日就兩千。 所以很容易。 就是一日五十個字。 十日就五百。 一百日就五千。 不用一年。 那根就摘下去了。 不是一件難事。 我從前的想法。 還是希望幼稚園。 幼稚園。 從三歲開始。 到五歲。 三四五歲三年。 將文字學。 這九千幾個字。 都能認識。 都會背。 都會寫。 小孩子教他學寫字。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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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讀。 那根好啊。 根深蒂固。 要知道。 中國自古以來。 一直到清朝滿年。 小孩子從小都是這樣學法。 所以。 他的社會。 很容易。 就安定。 就和諧。 社會風氣良好。 根深蒂固。 文國蘇弗勒。 錢穆先生。 以前在韓國有篇演講。 講到教育問題。 中國。 教育。 最大的。 缺失。 是學西方的。 這些是民國做的事情。 文國以前沒有向西方學習。 教育。 向西方學習。 造成現在社會動亂。 甚至連中國。 老祖宗留下的。 都不敢承認。 都不願意接受。 你說老祖宗。 如果知道這種現象。 我相信都會流眼淚。 我們不努力不得。 使大家都醒悟過來。 都覺悟都做到。 我們就可以不做了。 我們老實念佛。 去極樂世界。 這樣才好。 所以最後引用大智道論。 大智道論文。 這部是三論眾必修的課程。 大智道論文。 行般若波羅蜜者。 一念。 一念。 能數十方。 一切。 如行河沙等。 三千大千世界。 大地。 珠山。 微塵。 докум神。 柄 Instagram。 這段是大智道論道一段論文。 那一個不可思議的境界。 那個不可思議的境界。 如果從他一生教學來說,這些是大學課程,阿含是小學,方等是中學,般若是大學。 釋迦牟尼佛的阿含小學講了十二年,中學講方等八年。 加慶尼二十年,二十年是雜根教育,然後講般若,般若是他主要講的,趙慧,大聖菩薩主修的。 講了多久呢?二十二年,你看一生講經四十九年,般若這個階段,就佔了二十二年。 幾乎一半。後面半年,這樣的研究所,講法華,叫聖佛的法華,將菩薩再提升聖佛了,都拿到博士學位了。 聖菩薩一生,他是教育家,他扮的是學校,但沒有校子。 聖菩薩一生,他的學校好像幽默民族,不會定在一個地方。 聖菩薩一生,一生專注。 聖菩薩一生,萬如不放下,心裏面真正的都能收拾。 清淨甚、平等心,各而奔迷,佛造道良。 那些大乘菩薩,你看他的智慧、一念。 這一念有多大的能量呢? 能數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珠山微塵。 就是他能數數知道這個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區。 我們這個大千世界釋迦牟尼佛的教區。 數目字是什麼? 是大千世界這一切散。 散是微塵聚的。 是微塵堆成散。 到底有多少微塵他知道。 一念之間他就知道。 用這樣說明,一念的能量。 實際上說,還不止。 是一尊佛的教區。 這是一尊佛的教區。 應該是什麼? 應該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察土。 就是片法界虛空界有多少微塵。 他一念都知道。 我們學佛學什麼? 要學這一念。 這些是什麼? 本能。 佛有的,我們全有。 不用羨慕他,我們全有。 只是他已經開發出來。 我們現在就好像抗一樣,還未開發。 我們有。 只要將那些障礙除了。 放下了。 智聖的本能就現前。 好像衛林大師那樣。 你看,他開悟第三句。 可替智聖本智聚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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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 此一念是無量得能裏頭的一種。 你就可想言知在佛的果位上大切大明心見性 那就是全知全能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不是一个大千世界是片法界虚空界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一念之力不可思议 如是念法 即念是法 如是念法 那个念头 就是法 妙啊 念头就是法 真的吗?真的 为什么? 佛从念生的 你不念哪里的佛 上直纲里面什么都没有 念什么验什么 念法它就验法 念菩萨就验菩萨 这种叫上直纲 所以一切化从心上圣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和佛本来就是通的 好像现在电网那样互通的 这个电网就大了 世界没有什么能跟它比 因为它一念是全宇宙 因为它一念是全宇宙 一念有几长时间呢? 这样要搞清楚 不可以蒙茶茶 现在我们讲的一念 弥勒菩萨 和释迦牟尼佛的对话 和我们讲的一念 凡夫 起心动念 动了的念头 佛就问弥勒 这个念头里头 有几多念 就是微小的念头有几多 聚集在一起 我们能感觉到 分散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 弥勒菩萨说 这一坛子 一坛子有几多个念头 三十二亿百千念 一坛子 单位是百千 三十二亿乘一百千 百千是十万 乘出来之后的数字 是三百二十兆 这个念头速度太快了 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 一脸就是一个画面 我们一秒钟 现在呼号用秒做单位 一秒钟能弹 多少次 有人跟我说 可以弹七次 我相信 我相信年轻 体力强壮 动作很快 他能弹七次 三十二亿再乘七 三十二亿百千念 再乘七 就是三百二十兆 数字呢 记得是这个数字 这里 三十二亿百千念 三百二十兆 再乘七 二千二百四十兆 一秒钟 二千二百四十兆 那么高的频率 我们没有感觉 这些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 和佛讲的一样 说明佛经不可思议 佛怎会知道 佛是从定供 大定里面所见到的 佛是从定供 他一眼就见到了 就是一念 你看一念 是说这个一念 二千二百四十兆分之一秒 那么叫一念 那一念 你对 释迦莫尼法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多星球里面 所有山 磨成微尘有几多 你全知道 那么大的能量 你一念之力 能量不可思议 于是念法 即念是法 念就是法 这么说我们完全能接受 没有怀疑了 为什么 上有心生 心就是念头 我念法 佛造现前 念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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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非内 非外 无帮无脱 无帮无脱 尽山河 大地 十方虚空 无一界子 许不是 无量受佛 延伸说法处 佛在哪里 遍法界虚空界 佛都无离开 佛都无离开 也就是说明 我们的自性 喜用 喜用 无离开 我们的念头 想什么 外面境界 变什么 所以我们有理由 相信 二三十年之后 如果没有什么灾难 发生 科学家的成就 肯定 会将念头 这个问题 的答案 找出来 现在物质 是什么 搞清楚 念头 是什么 未搞清楚 物质 是从念头 生的 是念头 产生的 幻想 完全是假的 和《般若经》 讲的一样 一切犯 无所有 不景空 不可得 就在我们面前 频率太快了 我们的电池 一秒钟 一百次生灭 我们自性喜的 这个作用 一秒钟 是二千二百四十 兆次生灭 我们怎会知道 如今 下的结论 说 尽山河大地 十方虚空 无一戒指 他不是无量 受佛现身说法处 乃自尼职 尼非 顿入如来 大光明状 这种是法身菩萨的境界 一点都不假 这才是真的 科学家做不到 但是他能在仪器里面得到一个见论 那个见论知道念力的能量太大了 无法想象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要善念不要恶念 善念第一个身心健康 什么病痛念头都能医好 不用靠外头 只要好的念头 无一念不善 你身心自然健康 这一点重要 我们大家的念头都善 我们这个地区无灾难 旁边地区有灾难 隔个几十公里有灾难 但这个地区也不会有灾难 谁主宰宇宙 谁主宰一切化念头 一切化从心上生 相由心生 佛讲的 真话不会骗我们 如来大功名状就是发生 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我们都在里面 没有嗜好感觉 我们见的那些上见识文星 是大功名状所现 阿赖耶塞所变 阿赖耶塞将这种境界上扭曲了 如果我们不用网心用真心 那就是智圣所现的 就是纪录世界 纪录世界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只要将这个问题解决 你就见到了 至性所现的 至性所现的 想不过来 是阿赖耶塞所变的 心现色变 华言经到佛同我们讲 为心所现 是一真法界 为色所变 是十法界 是六道轮回 这个真相 和我们讲 我们如果搞清楚 搞明白 相信 信愿就真了 一些怀疑都没有 和纪录世界就通了 信息善通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这里 那对 你都不知道 金人 226人 起码 操性 你 有 谢谢大家